那你去外面別人 你有遇到驗譽嗎 什麼東西啊 你還可以就是關注他 每天幾點到家 APP程式裡面 他就會顯示說 就是你的寶貝什麼時候到家 頑童小春回單四年 每天關注寶貝動向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想要 玩一個遊戲 就是反正你紅包還沒有發完 然後我們等一下問你問題 如果你就是覺得 不想回單你就發紅包給我們 我就是來賺錢了 小春回味思念發起新專輯 甩開瘦子 達圓梁兄弟率先開工 最大的差別就是你沒有隊友 講話就很不適應 三個人的時候我會比較放鬆一點 反正其他兩個都會幫我講 我就在旁邊放空做自己的事情 到一個人的時候 開始去一個人面對很多事情 然後比如說面對你們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 那我今天要來跟你們聊什麼 這些事情我都有去跟其他兩位 那你今天預測你想跟我們聊什麼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準備要就是 我好像在家吧 壽子就突然傳一個簡訊給我 他說 這張專輯搞定 可是你各唱要小心 因為你有很多唱歌的地方 對 所以我還是得要去上一些唱歌的課 我這個人就是一個 那你私底下吵架會想要拚輸贏嗎 我想是這種人 壽子跟大冤吵不過你 我們不吵架 我們有吼過 可是一個小時後來就 誒 對不起啊 剛剛 你先道歉嗎 沒有啊 當然不會 不會 也就一兩次 我們十幾年來 吵架也沒吵過 超過三次 而小春奎玩四年發起新專輯 也是他會單四年了 我最近就開始就麻了 但是都還是會聯絡 因為他有一個智慧型手錶 他要找我很好找 你還可以就是貫注他 每天幾點到家 APP程式裡面 他就會顯示說 就是你的寶貝什麼時候到家 你顯示的大王是我的寶貝 還是另外一個寶貝 沒有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 他的 APP裡面就是 就是父母 面對孩子嘛 所以他的每一個人都是寶貝 那你有其他寶貝嗎 什麼寶貝 我們想要看真人的寶貝 沒有我沒有真人寶貝 那現在大家都有家庭 你會想要再有一個小家庭 我想要你PASS 你想贏我們是嗎 沒關係啊 我們就繼續這樣子啊 我現在是什麼話我都可以回答 那你去外面別人 你有遇到驗譽嗎 什麼東西 對啊有可能 非常非常的多 我是她來到屁股 你百分泥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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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